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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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看看有沒有適合用 這些都是頭等位才有的 你看看有沒有適合你間接 沒有, 先生 先生, 我還有什麼可以幫你 先生, 先生 沒有了, 沒問題了 你會不會忘記了? 我應該有些東西可以幫你 行了, 妹妹 你真的忘記了? 行了, 幫你 是, 媽, 媽 媽, 媽 謝謝, 先生 麻煩你幫我兌了這十元美金 做港幣 但不要在九點之前兌 因為九點美國會公佈就業數據 我想會影響到匯率由七點九… 可能到七…九… 夠了… 先生, 媽, 這裡八十元 還有個兩元我號給你的 那正確的時間就是金錢 一來一回都不止兩元 給你賺了, 妹妹 你很聰明, 妹妹 招呼不了 你這麼做 是嗎? 是, 人們欠錢就還錢嘛 這樣弄得…真是類街坊 關你什麼事? 那當然是關我的事 大家旁邊左右… 你的魚墓鏈呢? 魚不是叫魚, 它是蛇墓鏈 那字不動穿的東西 又真的好像動穿了 死蟲 你這麼多東西… 你這麼多東西… 我好心提倡他, 真的 你不喜歡我說, 我就不說 但是街坊街理而已 有時候就是說… 他方便, 我也方便 難道… 兒子, 你幹嘛無緣無故開門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你不要亂開門 現在這麼多陌生人在這裡 這樣又不會, 媽媽是不是在裡面 媽媽不在裡面 這樣進去就什麼都沒有了, 是不是 什麼都沒有了? 媽媽很辛苦 走吧… 走吧… 你自己弄吧, 你也是這樣 媽媽, 你這麼大, 是不是? 你也很大, 你吃了很多東西 你明不明白嗎? 今天不見了你這麼多東西嗎? 叔叔, 你們是什麼野人? 叔叔, 你是什麼野人? 叔叔, 你是什麼野人? 你會不會隔壁的依依嗎? 會的, 隔壁的依依常常邀請我吃糖 很道極 叔叔, 麻煩你一件事 如果你再看到那個依依 你就打個電話給我 這二十元就給你, 買零食 記住了 再見… 為甚麼這麼多人找依依呢? 你好, 你的袋子很漂亮 上個月是Magen新賢島 香港應該還沒可以買的 是呀, 我和男朋友在Paris買的 香港好像今天下午才上課 你男朋友對你真好 好, 行了, 我介紹男朋友給你認識 好 讓我介紹一下, 給你認識 謝謝, 謝謝 你好 莊大松先生 你是… 你不認得我嗎? 我是可通神慈善紀念基金的 籌務主任林淼淼 之前跟你聯絡過了 是呀, 記得是林小姐 你之前答應捐給貴州起學校的不善款 因為你不在香港 所以我們一直無法聯絡你 今天看到你真好 你打算建學校嗎? 是呀 莊先生很有善心 他還說建好學校之後 不需要用他的名字 只要小朋友有書讀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工程一共分十二期 每個月息四百分之一 莊先生你還記得嗎? 他記得, 怎麼會不記得呢? 不過起學校有月息的嗎? 大陸通脹很重要的 我們第一期的工程就快開展了 莊先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先給我們第一期捐款吧 善有善報, 福有遊貴 當然可以, 做善事 是呀 你男朋友真是一流 是 你真好, 勞機不夠三個小時 就讓你找到了 莊先生, 我代表貴州千千萬萬的小朋友 謝謝你, 我也不妨礙你了 到時候再來收下期的優惠吧 好 哥哥 是 你們這裡有沒有博物館? 沒有, 最近也要去尖沙堂才有 可惜, 因為我發現了一塊化石 不適合就做給你了 對…千萬不要 好, 我現在還在紐約早上的時間 那你可以這張早餐做 你們做明天的早餐給我 要一個中華的煎箱蛋 中華的龍蝦沙羅 隨便一堆來吧 一間四樓酒店竟然有八兒的拉肥 真是人不可以茅上 去哪?你也想開派對 他說叫你去, 你去不去 當然去, 玩得好 人一世都一定要去 上次欠亞罷了, 你快走 吉士, 我不是不還錢給你 我真是用盡辦法 但是酒店沒有懾本 可以吧, 我說些壞事, 先說些正經事 點… 我聽他說今天有很多好事 是, 真是你 臨味都開心 上次我借錢給你的時候 爸爸已經有點名言 如果這次拿不到錢回來 我很難跟他老人家交代 不要緊, 一場老友我替你拆掉 我把酒店的股份讓給你 當作賣一條菜就行了 這樣嗎? 我收到封了 全城智利的豬不辣寶寶今晚都會來 不是吧? 寶寶已經瘋了, 還豬不辣 四十二次長腿 厲害… 媽媽, 反正你們沒有吃的 都是做開酒店的 我文件準備好了 你簽個名就行了 追不到債, 還要幫人耍錢 本生意 一把年紀都這麼愚蠢 真是…人不可以謀償 我先去幾個小時…十二次 十二次 躲在這裡不說話 難怪了, 八二那必不捨得 真是被你找到 我和酒莊很熟熟 他拿幾支給我 我看來… 比八五那支好多 我還有幾支八二年的木湯 八二的木湯當然好 但早幾年喝就更好 現在喝就已經過了 世界就是這樣 原本是筍物 但你現在才管, 可能是糟糕 糟糕 是 你老友真是識貨 不是你老友嗎? 不夠你這麼老友 莫爾希先生, 我們是政府派來的 執達利 武士集團以債權人名而 成功申請了格拉斯高酒店的清管令 由現在起, 我們要查封這間酒店 這就是客氣風流令 由現在起, 格拉斯高酒店 和酒店所有的資產都會被查封 你不可以提出任何東西 怎麼會這樣? 你放心, 它查歸查 這支酒是你私人財產的, 你不能查 哪裡都不像是酒店 酒店… 這裡不像有酒店的 好嗎? 由這間格拉斯高酒店被查封 今晚大家會在這間社區中心住 這間社區中心設備很尺寸 有冷水、熱水、杯面 我們還會提供一些被子、枕頭給大家 如果你們想洗澡, 後面有一個公共浴室 如果沒問題, 派茶吧, 休息 我們是香港遊客, 你當我監等嗎? 是… 我們已經付錢了, 要我們住這種地方 是… 大家稍安謀草 我們已經為你們作出最妥善的安排 不是… 我們已經為你們作出最妥善的安排 各位, 我最喜歡聽到別人說 我們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不是我 我是不用負責的 那你們想怎樣?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街上也沒問題 是不是?你們東方蜘蛛變成東方臭丸 你們也沒問題的? 問題是我, 小姐 如果我今晚十二點之前 不可以入住一間五星級的酒店的說話 那我就會去報館投訴你 投訴你… 是Pot你… 是你令我們露宿街 是你… 是你令東方蜘蛛變成東方臭丸 是你… 是你… 小姐, 是你 我也不想的 你不想是嗎? 是 那你早點說話, 我就幫幫幫你吧 爸 爸, 我買了龍長興波羅包給你 剛出爐還要拿手 還有呢, 你喜歡說放原汽奶茶 我故意叫師父過來這裡送給你喝的 陶先生, 關於格蘭斯高酒店 你懂得這麼哄我, 我也很開心 我只有你一顆 我真的想把整盤生意交給你 但是這二十多年, 我真的耕不下手 我今年七十二歲 我心裡…我真的越想越害怕 爸, 我只能令你很失望 那間酒店… 黃伯德先生 謝謝… 我說一句而已 你知道明天報紙的頭條會怎麼說嗎 不是… 酒店大王, 武士集團 趕客去睡街 東方之珠淪圍, 東方臭丸 不是… 你這間酒店更厲害 你們員工服務卻, 食物質素差 環境就像狗鬥, 裝修就像危樓 是… 你是甚麼人 我叫麥提爽 是你們格蘭斯高酒店的住客 是這樣的, 唐先生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吉少在執伯利茶封酒店之前接收了 其實真是很難, 自機封自機 現在左手欠右手錢, 右手就打批左手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當然是 阿吉, 你知不知道甚麼是資不抵債 他的房子在銀行已經做了家案 總之他拿房子再賣 我們甚麼好處都分不出 這盤生意是蝕本生意 阿啤別告訴我 細堂先生, 你作為一個朋友 真是千古難求 你作為一條水魚, 哪一輩子都無雙 大堂先生, 但說到蝕錢 其實蝕得多少, 歸雜團 一年只順利, 也要十幾億 問題是大堂先生 你十三歲就出來酒店業做Bellboy 你二十三歲就破格做經理 三十二歲, 你開始運輸自己的集團 紅霸酒店業五十多年, 對吧 你的酒店遍布全世界 現在因為一間格拉斯高 弄壞了名字, 真是不值得 阿啤, 你對我都很熟悉 那你想怎麼樣 好, 我查過 你們旗下的集團 就有些行政套訪雕空了出來 你說你如果能夠安排 帶我們這些格拉斯高的虎主進去住 我們這些虎主住得舒適 又吃得招職 就不會對那些廚媒亂說話 對了…反正是刺激了 招呼, 照顧我們 那你還有什麼要求? 你這支八二年的末當 如果再不喝, 真是過期 我爸爸幾十歲, 他有血壓高 我從來沒想到做大事哄他開心 但我也沒想到我會弄到一鍋抱 他今晚的血壓一定升到八八聲 其實也不是真的這麼嚴重 只要你記住 這間酒店真的不是人家住的 東西真的不是人家吃的 那就能夠拆開 來吧… 唐先生, 聽說你們接管了 這間格拉斯高的酒店 是否真的? 你們把客人趕入死區中心 和樓下一起住 有沒有覺得影響香港的形象? 這間酒店出品太多差 客人有潭無窄, 說不是人家住的 你說得對, 這裡真是不合人家住 合狗狗貓貓住 我們打算將這裡改建的一間 全港獨一無二的寵物 不懂得酒店 你說這裡的東西不是人家吃的 但是貓貓、狗狗來說是非常適合的 你說泳池小, 人家游下去游不到 但是對貓貓、狗狗來說 就覺得非常大 總之什麼狗都好, 牠們都覺得很大 我們還會在這裡開設一間寵物美容中心 裡面又可以有村人跟他們按摩排毒 總之令到寵物樂而忘返 又一流享受 這樣不僅觸準本港的旅遊業 還提升香港的形象 唐先生, 不如再說一句 計劃吧, 真是甚麼 唐先生, 一時有想法 這個計劃相當報 是, 不過 不知是甚麼人給那些意見他 小姐, 這個袋剛進了巴黎運動 我知道有人已經在用 不過我應該是另一個 回家看看, 麻煩 對不起, 小姐 這張黑色過不了數 又是這樣的 試這張 你猜Kendy喜歡油紅色還是黑色 Kendy是不是長頭髮那個 長頭髮那個是Mandy 是呀, 弄了很久了 是呀, 你…不用害我自己 一笑, 唐先生想看 加拉斯高盤的帳戶 和酒店重建的預算 行了, 你回去搞定就行了 可是我說要你親自處理 你先回去吧, 走吧 我先走了 麥婷嫂 小姐, 這張卡也不行 嫂子 不行 我找你就是想幫我這件事 第一, 你和我選 一會兒, 送哪件衣服給我 女朋友會比較好 對你來說 哪件衣服小布, 哪件就好一點 你是不是試清楚的 我包小布那件 第二, 又不行 要我教教小布 你試清楚一點 你也是想要比賽 你一定會跟我插得好, 對吧 先生, 請你可否用你張黑卡 替我擺著袋子 你張黑卡有九字, 划算很多 我待會再給你錢 好, 無所謂 什麼無所謂 第一, 你今天真的無緣無故 給他10%折扣 第二, 你的信用額 信用額就無緣無故少了兩萬四 無故無故傷重損失 沒有關係, 我大馬Credit 就方便一下人 吉少, 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等價交換 就是說, 別人在你身上 拿了什麼好處 你也要在別人身上 拿同樣的好處 但是你看看這位香港製造 全身都是名牌 但是沒有一張卡是可以用的 又忘記帶貨幣 你覺得你可以在他身上 拿到什麼好處呢 替我試衣服 試衣服? 虧你想得到 很漂亮, 我也穿得挺好看 不知道這裙貴不貴 我提一提你, 你只是試衣服而已 試了就行了, 行了嗎? 行了 你肯不肯定他和你的女朋友身材差不多? 差不多不差不多 差不多就不肯定了 你有沒有抱過女朋友? 有 你看看, 抱著抱著抱著大小 你這種好像不是叫什麼等價交換 叫做抽水 不是, 我自己說出來也覺得過分 那我把卡給他吧 小姐, 你的袋子還要不要? 有客人想看 要 可以了… 不錯, 差不多 你這樣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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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好, 能做了 早就能做了 你老大師, 把你拿到手 吉少,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 每天有人到處問你卡卡 你的老朋友又叫你鋪了一間酒店 總之每天都有人問你拿著帳 好, 你做生意記住, 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 我會記住 這樣吧 不好意思, 麥先生 我們替你換了房間, 請跟我來 麥先生, 歡迎你進入我們的總統套房 你好, 你這麼高嗎? 麥提嫂先生 你滿不滿意我們酒店的安排嗎? 唐先生, 唐先生 看看收到什麼價錢吧 兩元之下我也負擔得起 麥先生, 你是我們的貴賓 你在這裡的所有消費 當然是進入我們酒店的數目 我是貴賓, 我有多貴 麥先生, 你在1993年 在美國讀完MBA之後 立即加入了當地的 PAM非比斯資產管理公司 你是華爾街著名的追擊手 在1998和2000年 你分別收購了LOL和MIA兩間公司 然後分拆出售 你是所有大商家都聞風變色的黑毛舌 一年之前, 你為甚麼突然在商界消失了呢? 為甚麼你突然又會在香港出現呢? 到底你來香港的目的是為了甚麼呢? 我從小到大都想試一部三角琴 真是 這個世界沒有人比我更加了解我的兒子 她是一塊甚麼材料?我最清楚的 她竟然能夠在屯門面前說了這麼得體的話 我看一定是麥先生你在背後教她的 寵物酒店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的 用來保住武士的形象 最多只能夠做到收支平衡 絕對不是一件大生意 以麥先生這個紅材偉略 我想一定有更長遠的想法, 是不是呢? 大堂先生, 其實生意不重要的 你說來說去, 最重要的是接棒的問題 你想交一支棒給小堂先生 是怕他接不到而已 麥先生, 我真是衷心希望 你能夠替我訓練一下那個跑手 你是商業界的奇才 只要你一出手 他馬上可以成為商業界的寶凳 麥先生, 你要甚麼條件 我也可以給你的 大堂先生, 你這麼有誠意 如果是一年前來找我 我一定答應你 但是現在我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好意思 妙妙, 怎麼這麼可憐? 你怎麼搞的? 把手指插進去, 衛不衛生一點? 你放心, 我個人的衛生水平 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去完廁所, 我一定會洗手 普通被人投訴, 你就糟了 小姐, 結帳了 我沒有產紙, 不用付了嗎? 是文職字, 千元字沒得找 不好意思, 給我看看 找給人吧, 表姨 是文職字, 你說的 是 想加甚麼? 我是叫雲吞牛筋, 不是雲吞牛腩 牛腩, 我的褲子假牙吃不了 還有, 我叫酒蔥的 一整碗都是蔥 難道你要我一條條紙出來嗎? 立刻替你換個 是嗎? 怎麼搞的?丙叔 人家要雲吞拼牛筋給牛腩 還有蛋開又不走青? 吃了十多元在那裡閹沾聲門 有錢就叫他光顧大酒店 妹姐, 你又怎樣呢? 整盤碗都放在那裡, 又不用洗 甚麼?你說甚麼?我聽不清楚 你知道我撞龍了 我說我通知你 下個月開始解僱工, 聽到嗎? 等我來… 爸爸, 每次都要你下手下腳做 收手 還喝汽水, 叫我們下單 還喝汽水, 請我孫子喝汽水好嗎? 不是說不行 不過最近通脹這麼厲害 我們已經沒有加你價了 街坊一場, 收少你一元吧 現在不喝了, 我孫子有點咳 是呀, 不喝了?喝茶吧 你有沒有搞錯? 被人自己開雪櫃的? 我沒辦法, 波哥走了 我一個人勞動兩個人的工作 就是這樣了 怎麼樣… 怎麼樣? 你氣水一支半支不要緊 可否是三嬸是熟客, 叫得不是… 每次人家說給你也送 那人家進來打劫是不是給他錢? 你不可以這麼好人的 你的錢有血有汗的嘛 你跟我計算婆婆的錢 你又怎麼樣? 最近有沒有賣明派? 免得跟你說, 我去洗手間 什麼?給我看看這是什麼盤子? 這款式嗎?我不是雜誌見過新款式嗎 是嗎?是不是A貨款? 我不太知道 行, 我找你貨塊彈一下就知道 好, 看吧 先彈一下… 你們怎麼了? 這麼緊張, 不用說明白了 什麼?我的工作 總是要出入高級的地方 今天才去完五星級酒店 沒分一件半件的小貨 不然很寒酸 女兒, 我不想去泥足深陷 當年你為了買明牌 弄破了這些卡, 欺人全身掃 結果還為收帳妹來填帳 現在還沒還得清 我想你吸出這個教訓 我記得了, 爸 但你也要記住 我不是收帳妹, 我是收帳員 全正當的職業 而且我的帳戶每個月都在薪水扣 都清了一大月 爸, 你放心 我現在每天對著那些債仔 全都是反面教材 我打死也不會回頭, 我有底線 是就最好了 誰大富有, 來買雲吞麵? 哥哥, 嫂子 來, 來… 有聲, 家嫂, 吃飯吧… 吃飯吧 吃飯吧, 吃飯吧 很棒 七叔一湯嗎?比早節還好 當然, 傳回來陪我吃飯吧 這條魚… 拿回來東升嗎? 是呀 這條魚?真貴得你也不相信 我才好, 說牠剛剛才游上來 下次試真點 如果不行, 我們下次不幫牠買 吃飯吧, 吃飯吧, 吃飯吧 多吃點, 不然你們外出吃味精 是沒有益的 是… 爸爸, 你以為我不想念 你的豆豉蚊跟著那些頭腦嗎? 但我不是那些二太佬 二太佬下班, 拍一拍, 他們就走了 我是CEO助理 全亞洲最大的米箱 全香港七百萬人有飯吃 是靠我的 別說你們 他忙得說連我們兩夫妻 我撐在腳的時間也很少 是我記得呢 來, 我先給你家用 這麼多? 爸爸, 現在一次過給幾個月了 不然我們不知道何時才有空 回來陪你吃飯 你這麼忙, 去哪裡? 做生意沒辦法 幸好有他提醒我 你看, 待會我還要跟美國那邊 開視像會議 老婆, 快點吃飯 吃飯, 我們要回去 那你快點多排幾檔吧 哥哥, 你是不是忘了成這樣 爸爸今天特地收舖 回來煮飯給你吃 老婆, 你坐亂去 沒辦法, 做生意 爸爸, 其實我早就叫你別做了 不過幸好你聽我說 早就買了店舖 否則現在還在額貴租 其實阿San回來陪我吃飯 我應該很開心 齊記是我的心血 你怎麼來呢?你說要收拾就收拾嗎 方式有很多伙計跟著吃飯 我想齊記是家族生意 老爸傳仔, 兒子傳仔 不過你是聰明 又被你拿到工商管理的赤士 難道叫你回來綠面嗎 阿San, 至於Miu Miu 我的心願最重要是她不要大花洞 省錢, 不要經常買名牌就好了 為甚麼無緣無故燒我一搭 嫂子她整身名牌吧 李大嫂又怎麼同 她是專業地產的代理 她賺到錢就可以買 不學得你, 衝大頭鬼 進來 Miu Miu 你這麼多衣服, 為甚麼不放進衣櫃 不要啊, 沒事吧? 搞甚麼?淼淼 沒辦法, 東西越買越多 都不夠位置 這兩個上櫃的, 還不丟掉它? 丟掉它?我很昂貴買回來的 卡托還沒找到, 丟掉它 你敢失法 再給你一個八七大衣櫃也不夠失 拜託你當做善事送袋給別人 不要抑掉窮人 舊的不去, 新的又怎麼來呢? 送給人?我不捨不得 臭妹妹, 今天才上架而已 這麼快哪裡買回來的? 不用說, 漂亮吧? 不過我怕有點不輕輕 你想用多久? 袋子的東西用一季 已經完成了歷史陰謀 用兩季的話, 已經物超所值 用到三季, 好像劇集季三 你不驗, 我也悶了 不要說這些了 嫂子, 你那個限量版七筆袋呢? 我的袋子?打了進冷宮了 你不要嗎?讓我養, 我很喜歡 也好, 孤仔價吧, 六支 那跟介蘭站差不多了 嫂子, 我真的很喜歡 行了…我等你出了薪, 你才給我錢 行了, 還說出薪, 今個月看來也吃菊種 這就叫同人不同命了, 你看你 又漂亮又聰明, 又嫁得好又住豪宅 買個袋子, 爸爸也說我不管你 你也行, 你明天來我這裡 拿個酒袋, 搭配得漂亮一漂亮 自信心回來了, 自然會認識男生 男生我認識很多 對, 不過不是債仔, 就是租賣的 對了, 那個整個慕蓮有沒有消息? 廖姐, 我們已經天天去辣家 不過那裡死伯父是不賣 難道每天都要曬人放火嗎? 對… 是不是每天都要去這麼囂張? 我說了多少次 我們是正規的收帳公司 犯法的事是不做的 我們都知道, 不過真的沒辦法 你跟著我這麼久 可不可以用你的腦子想想? 用了 他家裡有腦子有亂 有沒有找過老人院和幼稚園? 對, 為什麼我想不到? 廖姐, 你果然是我們收帳部的 大家知道… 好… 你不懂了 我找到隔壁的那個小孩子做我的針 那個女人的店就會打電話給我 怎麼樣… 叔叔, 隔壁有人回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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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呢? 伯父 別打電話了, 別打電話了 伯父, 伯父 Dirty… 阿爽,阿爽,阿爽 真的是阿爽? 是 有沒有打傷你? 我沒事,我怕弄傷你 阿蓮和KK 我帶你去 小心… 新鮮雞蛋仔 很香的,很漂亮的 KK仔,滑香蕉嗎? 阿爽,你是不是肚子餓了? 不肚子餓 不好意思,要你陪媽媽擺攤 我每天跟媽媽擺攤,說公仔 就算餐餐吃雞蛋仔,我也這麼開心 殺到你了 KK仔 媽媽,爽哥哥 給我五個,來吧,媽媽 好 阿爽,你怎麼會找到這裡 你故意從美國回來找我們? 難道她是她的老公? 你自己人,你走回來香港也不說話 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 我也是這樣說她的 有事要找男人出頭,她又不怕 做生意,你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檔攤不能就這樣擺在這裡 媽媽,你漂亮嗎? 媽媽,你又聽雞仔,別人才知道你是雞蛋仔 好,考慮一下 我說一下,我忘了你不可以開玩笑 你不是打算一輩子賣雞蛋仔的 好,夠了 我現在有間板間房間住 有個檔口可以賺錢 我不需要你幫忙,我自己弄得怎麼樣 是… 香港製造,你有什麼貴幹? 怎麼了?我妨礙你嗎?我買雞蛋仔 一抵? 好,你馬上來 別妨礙我做生意 你想幫忙,你就幫我買雞蛋仔 好 神經病 不要… 你搭車也要的,是嗎? 軟飯王? 我下次找你 口掃何包 請問我奶奶 吃東西不給錢 奶奶,你先走,他們不是整天都這樣 我先走 KK,下次再見 又吃又拿,沒見過那些男人這麼差勁 奶奶,坐一會兒,坐… 你是世務年嗎? 是呀,我們認識的 媽媽,我說得漂亮嗎? 很漂亮,簡直可以貼糖 貼糖?那為何要上學? 我兒子乖,媽媽說過,還錢就馬上替你報名上學 好嗎?好 乖,你過去畫畫 是,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剛才那條口很叫你 有什麼?我有什麼幫到你? 是呀,我問你得了嗎?很久了 好,是呀…沒事… 威Sir,還沒找到那個蛇毛鏈 人都沒找到,數當然還沒收到 你就通融一下吧 其實那個女人很慘 老公又差勁,欠人家一筆錢不還 被老婆揹,拋妻棄紙 你是不是在說我? 有什麼?回來再說 說又怎麼樣? 你這麼差勁的事都做得出 應該拿一把,搞碎完之後拿去餵豬 你說話也挺有心,收帳妹 我不是收帳妹 我是收帳員,Dep Collector 有這麼多水,你叫林三水嗎? 林渺渺,你懂不懂字嗎? 你這個人挺壞的 你老婆和兒子搶來一身寨 你在這裡懶懶懶,你有沒有良心? 不管,我多有良心 比起你當然不好 看見人家紀仔那麼慘,不捨得追 既然如此,你不如把那筆帳給我 你以後不要弄他,我替他揹起筆帳 你嗎? 這份是武士集團求我做顧問的拼容書 這間房間就是武士集團求我住的 你是不是人? 自己是吃好住好的 扔下老婆子的冷貓都在哪裡? 你有沒有懷疑過 不是人家喜歡高樓底,吃芝士和喝紅酒 一句話,你是不是頂了整個年筆帳? 借錢和還錢只是現金流動的一種方式 你可以留在年度,也可以留在我那裡 現在我有這份拼容書 我去任何一間財務公司借錢 我相信也沒問題 恐怕還會…起碼便宜過一來 你又想玩什麼? 我用廣東話再說一次 我想你把蛇毛連獻你們的錢 撥歸於我名下 第二,我想問你們財務公司借錢 你先蓋上這筆帳 什麼都你說了 也不知道你是誰真是誰假的 不,打電話 一個電話就蓋起來就行了 上班回到貴位,兩餐壓制 為出使命你好心急常惠 怨氣再多,亦之際 馬上拿出貴的回家 說了,你也不知道 你別吃了我便宜 我先熱血再多,到底 我先熱血再多,也有些事 我先熱血再多,要緊時間 真,我的意大腿 不,我先熱血再多,要緊張 你熱血再多,要緊張 出台世界